王妃李亚鹏的离婚事件引爆了周末的娱乐圈 前天两人在乌鲁木齐办完离婚手续后 除了一张两人在民政局看文件的照片外 李亚鹏的行踪一直沉迷 昨天华旗赌事报记者间接打听到 李亚鹏因为还需要忙工作 可能前晚或者昨天已经悄悄返回北京 不过可能选择周边城市降落 再有朋友接回北京 昨天华旗赌事报记者迪京后 随即奔赴王妃和李亚鹏曾经的家秦翠园 小区的工作人员除了确认王妃和李亚鹏的确住在这里外 其他的一概不说 2009年王妃挑选了北京秦翠园别墅区中最大的AU户型 共三层 总建筑面积为706平方米 别墅是北京一处难得的水岸园林 均价金5万元每平方米 随后 花旗赌事报记者联系上了昨天凌晨 跟拍王妃的北京某媒体记者赵洋洋 据其介绍 王妃应该在前晚稍微收拾后 朋友就已经掩护其离开情绪园 马侠接机就是为了带王妃走 老实说这个别墅区出入口太多 再加上他们车多 如果是其他朋友开车接送 那更是根本拍不到 娱乐99掌理报道 我叫你 blo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